今天是中秋節 各地天氣大多是晴道多雲 但因為午後的對流發展旺盛 氣象局在下午的時候 對新北和宜蘭等十一個縣市 發布大雨特報 引致於今年的中秋月圓 是睽違了八年之後 真正的滿月 如果想要賞月的話 月晚機率越大 午後各地下起了大雨 雨勢不小 像是屏東大雨傾盆 還夾帶空風級雷聲 路上行駛的汽機車 刻意減慢速度 以防發生事故 因為午後對流發展旺盛 氣象局二十一號 針對新北 宜蘭 以及南部地區等 十一縣市 發布大雨特報 和上午多雲稻晴的天氣 形成強烈對比 在東南部地區迎風面 在雲量上 有時候也會比較偏多 有些零星短暫震雨的現象 所以在看到月亮的機率 稍微低一點 除了下午發布了大雨特報 週五 二十四號開始 受到東北風增強影響 天氣也會出現變化 包括東半部 大台北山區 將轉為局部短暫雨情況 可是溫度變化不大 大概是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開始有一波微弱的東北風 可能會開始那一下 感受也沒有很明顯 就是一點點的稍微的涼液 至於二十一號中秋節晚間 能否賞月 氣象局表示 大雨後 雲系消散的情況 各地賞月機率 越晚越大 而台北市立天文館指出 晚間六點十八分 月亮東升 今年的中秋月圓 更是睽違八年後真正滿月 今年剛好我們遇到的是 八年來的滿月 其實我們前幾年都 沒有剛剛好 在中秋節的時候遇到滿月 15號要剛好遇到滿月的機率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七左右 此外天文館 從晚間七點開始 也會有專業天文望遠鏡 賞月直播 同時也會有導覽解說 避免民眾出門 賞月群聚 記者台北屏東綜合報導